你好 欢迎收看7月2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3号下午的卫生局例行防疫记者会 县长许正卫再一次呼吁乡亲能够踊跃进疫苗施打 而暖心食堂餐券也顺利被需要的民众给领取 而对于东大明夜市解封呢 还是希望要遵守中央CDC防疫政策 希望民众可以多加谅解 花莲县政府防疫记者会县长许正卫再一次感谢乡亲能够配合防疫 才能够让花莲保持零确诊 也再一次强调7月3号的疫苗施打 鼓励乡亲长辈能够踊跃进行疫苗的接种 明天长者施打的年纪 是75岁以上的非原住民 跟65岁以上的原住民乡亲 早上8点钟开始打 那报道时间是截止到11点半 那我们会打到12点 那中午让我们的医疗团队休息吃个饭 那下午1点钟去开始打 那下午报道时间是到3点半 那也打完为止 那打完之后呢 如果有残余的这个余计的话呢 那我们会得早上7点半 到我们施打站 来登记候补的人 来做施打 而暖心食堂的餐犬申请 今天也获得了需要协助的民众来申请 能够与大家共同来防疫 才能够让花莲获得更安全的生活环境 正位今天早上 也到我们暖心食堂的兑换券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花莲市的社府中心来看 那一切都非常非常的顺利 那在今天到中午以前 一共有119人来申请 一共领出了324张的早餐券 332张的中餐券 以及332张的晚餐券 我们的店家 如果您想加入暖心食堂的行列里面 您可以跟花莲县政府社会处来联系 或者是现在如果有乡亲拿着兑换券 到您的店家 您愿意提供您的餐食 给我们的乡亲来兑换 您就成为花莲县我们暖心食堂的一员 您也可以主动打电话给花莲县政府社会处 您有在接受兑换券的服务 我们一个星期会跟我们的店家来结账一次 所以欢迎我们的店家 或者是早餐店 或者是小面摊 都可以加入花莲县政府暖心食堂的行列 县长许政卫也希望 大家能够持续保持防疫的警觉 并且再一次强调 中央疫情中心的三级防疫 还未解除降级 防疫工作还是相当严峻 希望大家都能理解防疫的重要 才能够换取往后 劝陷乡亲家人的健康保障 中央CDC还没有解封 以及这个三级国家的警戒依旧进行 所以我们还是要遵循的 因为今天依旧有人确诊 依旧是58例确诊 还有15个人死亡 所以真卫真的要把花莲整个巩固起来 我们人命都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希望把疫情控制好 然后再全面来开放 遵循的CDC的脚步 我想全国一致 让我们的疫情得以控制 得以防疫到最好 记者凌桀花莲市采访报道